小乐高带乐趣欢迎来到外选的乐高仓库 今天我们依旧来做乐高幻影忍者的拼气包 今天来做的这一包呢是30547 它的中文名称叫做捕龙步落 好了我们这一包乐高幻影忍者的拼气包 30547捕龙步落完成了 这里边搭出来呢有一只小龙以及一个人仔 那我们还是先看一下这个人仔 这个人仔呢是捕龙猎手人仔编号NJO488 那NJO488这个人仔呢是这一套30547里边独占的人仔 但是你会发觉他身上的印刷 这个脚的印刷以及这个头的印刷 这样子的人仔呢并不只是在这一套里面出现过 那他跟其他的捕龙猎手相比呢 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一些小配件的不同 以及上面帽子的颜色不同而已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身上的印刷呢 还是印刷的相当细腻的 你看上去会让你莫名有一种物超所值的感觉啊 来再看一下他的脑袋 那他脑袋呢是单面的表力印刷 再加上这一点缩力 看上去哎应该不太好惹啊 他手里呢拿着一个一乘一的波片发射器 发射的呢是透明橙色的一乘一的小波片 来让我们发射 我打上去的力道呢还是这么足 当然还是那一句话 发射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不要对着人的眼睛或者宠物来发射 玩乐高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接下来再来看的呢就是这一套里面搭的这个像是一条爬行龙 他的这个脑袋以及四肢呢都是由小的球形关节键跟身子来连接的 可动性相当出色 看一下可动性相当出色 但是他这边外边的肘部膝盖呢都是角度固定死的不可动 我觉得这个设计呢也是无可厚非的 毕竟你可以看到乐高的类似这种爬行龙的设计呢 哪怕那些大盒的套装里面肘部啊膝盖啊也都是固定死的不能动的 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吧 他的这个脑袋上面呢这边用两片一乘一的天蓝色小圆板模拟了他的眼睛 看上去透露出一丝邪恶的感觉 后面的尾巴呢尾巴尖是用了透明蓝色的零件来打造的 看上去攻击力似乎还不错 再加上其他类似于刀剑尖爪之类的装饰 总体而言这一个小家伙看上去威力也一定很强啊 那目前在万能的第三方渠道上面呢 你差不多30元左右可以买到一包全新的30547 里边包括一个人仔包括61片乐高积木 我觉得他的性价比相对来说还行 毕竟你单独买这一个人仔 价格呢也差不多要将近20元钱了 好了今天坏雪乐高仓库就到这里 这一包乐高幻影忍者30547捕龙不落 你还喜欢吗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别忘了关注点赞分享 我是坏雪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